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黄油的取其小饼盖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40克的玉米油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颗60克的鸡蛋 然后再加入50克的白糖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加入一颗无铝泡打粉 再加入一颗食用小苏打 然后再加入20克的奶粉 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50克的滴滴面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样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取适量的面剂先在手心处把它揉成圆球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按压成小饼的形状 像这样我们的生配就做好啦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配油硅油纸的烤盘里面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黑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60度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玉米油板取其小饼干 吃起来非常的酥脆香甜 用来给孩子当做平时的小零食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 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订阅 要wość 我们下期订阅 我们下期讨